东风系列导弹是中国火箭军的核心力量 也是我国的国之重器 自1958年东风1弹道导弹开始研制以来 东风家族已经经历了50多年的长足发展 射程从最初的600公里提升至现在的12000公里 其中东风26被外媒广泛地称为航母杀手 但大家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一系列大杀戏却被日本网友非常失忆地描述了出来 有一位日本网友勿将东风两个字 与宋代诗人星期级的清聚案元熙诗词职联系在了一起 这首诗中有一句 东风夜放千花树更吹落心如雨 他以为中国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名字就是来源于此 还专门做了解析 诗词中的关键字夜放心如雨 形容的是东风导弹分弹头砸落地面的情形 对于日本网友的描述虽然浪漫 但我国东风系列导弹命名并不是来源于此 不过确实与文学作品有关 1960年11月5日 东风1弹道导弹实验成功 科研人员借用了毛主席曾引用过的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段话 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 随后东风一号正式命名 而这句话也充分映射了当时东风武器的研制背景 那会儿中国正处于被西方国家联合打压的时期 除了东风导弹外 我国解放军还有很多导弹都是以狮子命名 例如长鹰系列导弹 名字依然是来源于毛主席引用过的一首狮子 清平乐六盘山 诗中有一句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慢卷西风 金智长鹰在首 何时付出苍龙 长鹰代表着红军 而苍龙本寓意凶神扼杀的太岁 这里指的是国民党军队 所以是金智长鹰在首 何时付出苍龙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日本目前现役的常规潜艇 刚好命名为苍龙纪 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可以发现很多导弹都是来自于古诗子 例如巨浪潜射导弹的中山如龙独西上 欲破巨浪成长风 常见导弹的常见一杯酒 男儿方翠心 还有鹰姬导弹的鹰姬长空 鱼翔潜底 万类双天 净自由 这一系列导弹命名也让人不禁怀疑 我国科研人员都是清华文科班出身的吗 近年来 我国武器装备成井喷尸发展 国产装备的命名也开始盛行 并逐渐形成传统 例如我国空军系列的威龙 猛龙 狐鹰 猎鹰 坤鹏等 代表了中国空军的一系列飞机 不仅朗朗上口 还霸气十足 战略装备领域则以神字备为代表 例如运载火箭的神剑 激光武器的神光 载人飞船的神舟 超级计算机的神威等十种名称 号称中国十大神器 中国自古以来对名字特别重视 孔子说过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势不成 这不是较真 而是中国人的精神象征 而这种精神 必将与中华民族的文明一样 一致传承